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說說整個投資世界 投資世界不會經常進攻 有時是要防守 其實幾個月之前 我已經跟大家提醒 今次的俄烏戰爭 大家看少了它的後果 今時今日你會看到 現在所有股票市場 無論是美國、中國、全球 都是走進一個下降位 不僅如此 債券市場也是 虛擬貨幣市場也是 升是甚麼呢? 升是升能源 還有一些農作物、食物就是升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情形 因為過去30年 由蘇聯解體開始 美國是獨大 它是可以示意地印銀子 今時今日 大家很多地方 不看美國那台電影 尤其是俄羅斯 在烏克蘭打仗 打一個代理人戰爭的時候 令到美國 不可以示意地印銀子 利息要抽升 然後能源的上升 天然氣的價格 是升了十倍 是很傷害到 歐洲的經濟命脈 很多德國的工廠 根本 因為貨品不能加價 但是能源價格 上升得那麼厲害 還有能源 不是那麼穩定的時候 令到很多 德國的工廠 停產 這是一個很 以前未見過的事情 會影響到資產價格 所以我經常都說 兩個月前 三月份的底 未必是一個底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點 樓價也是 我勸了大家 不要做那麼高槓桿 跟以前 幾年前 量化寬鬆 有多少借多少 今時今日不是 因為職位不穩定 收入不穩定 除了你是公務員 醫護人員的收入 那麼穩定之外 其他 那個變數是很大 所以我奉勸大家 是要 磁形保態 小心一點 讓它整個市場 可能要調整一兩年 大家去 反過來去增值自己 令自己的人 那個 競質能力高一點 反而是 現在這個市況 應該要去做的事情 今天想說 資產市場 就到這裡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 大家聊一聊 拜拜